静止的飞机 这段视频来自于一位叫做Sheldon的Facebook用户 2018年的某日 他在乘坐飞机时拍到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 我们可以看到 一架飞机正悬停于半空之中 他在乘坐飞机上出现的仅仅是一架普通的客机 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视觉效果 由于两架飞机都处于同样的飞行速度 从而造成了相对静止的错觉 然而在后续的视频中 拍摄者Sheldon为了录下静止飞机的画面 他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拍摄角度才可以 也就是说 两架飞机并没有处于同样的飞行状态 看上去那一架飞机似乎一直停留在同一个位置 而Sheldon也一直在视频内强调自己并没有看错 更为奇怪的是 以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 在以下这段视频内便出现了类似的事件 视频的拍摄者正处于一辆在陆地上行驶的汽车内 但是他拍下了同样的情况 远处的天空中也存在着一架看上去处于静止悬停状态的飞机 有观点认为这是地球的另一种矩阵故障而已 那么这究竟是有趣的视觉效果还是真正的超自然事件呢 山顶的神秘飞碟 2020年5月 来自厄瓜多尔的两人 在印巴布拉省见证了一个不眠物体的出现 事发当时 该物体正处于远处的山顶上 两位目击者将镜头拉近后 才得以看清它的详细外观 一个椭圆尖顶的阴牌色物体正停在山顶上 虽然该物体并没有处于飞行状态 但是它的外观与超自然影片中的飞碟非常相似 两位目击者对它的身份进行了猜测 虽然针对这段视频 目前仍旧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 不过许多观众将其看作为 外星人已经在地球着陆了的时政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离奇的家庭录影 这段视频来自于一位家长 当时他正在拍摄孩子的镜头 不过一个突然到来的意外 打破了原有的温馨 仔细观察孩子倒下的画面 能够看出 他并不是由于自己没有站稳而摔倒的 反而更像是外力造成的 不过孩子的周围并没有任何的物体 因此这一幕令家长感到十分害怕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才会故意伤害如此优秀的孩子呢 真假叔叔 近日TikTok上的一位母亲 分享了一段诡异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内可以看到 一个孩子正对着空气讲话 但母亲走过去后 却什么都无法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ovan 优独播剧场no 优独播剧场——YoYoYo Ev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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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are you talking to? Ev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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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母亲走过去询问孩子正在河水讲话时 可以从孩子的嘴里听到含糊不清的一哑声 虽然如此依旧可以分辨出他说的是 《oncle》 同时 仔细听的话似乎可以在视频的开始部分听到一声 《Say Uncle》 也就是说 一个无法被母亲看到的人 正在引导他的女儿讲话 整个事件中作为诡异的地方在于 视频主声称 自己的兄弟在两个月前刚刚离世 那么这难道是兄弟的鬼魂 回来看望家人了吗 当然在这段视频受到更多的关注后 也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这些观众认为 或许这并不是女孩的真叔叔 因为某些邪灵可以做到伪装成人类的样子 那么你愿意相信美好还是邪恶呢 床下的爬行者 这位母亲原本打算带着自己的小女儿 拍摄一段TikTok视频 她将女儿举过头顶后 配合着音乐扭动着 不过当她录影完毕并查看这段视频时 却注意到自己的身后出现了诡异的景象 可以看到 该女子身后卧室的床下 似乎爬动着什么生物 能够一息分辨出那个生物的四肢 这位母亲的影片吸引来了许多观众 大部分观点都认为那也许是她家中的某个宠物 然而视频主也进行了回应 首先她的家中的确养了两只狗 但是事发当时这两只狗全部与男主人出门了 其次在另一段视频中 她展示了家中的狗与床的大小对比 床下狭小的空间根本无法容纳一只大狗 目前仍然没有关于影片的合理解释 或许那是一只误入视频主家中的小型野生动物 又或许它真的属于一个奇怪的超自然景象 你怎么看呢 神秘的印尼小鬼 这段视频距今已经比较久远了 它拍摄于印度尼西亚的某个村镇 彼时当地的三个男孩正在唱歌弹琴享受着自己的夜晚 不过一个突然到来的不速之客出现在了房屋中 而这一幕也在无意间被拍摄中的手机镜头记录了下来 我们总体的客脸 要odka瘤是第16号 整集为建计斯亚que 我一直在玩 据传闻 出现在盖断视频内的怪异生物是小鬼 小鬼存在于东南亚等地区的民间传说中 甚至在现实生活中 也的确有人在供养着它们 由于视频年代久远 画质非常糟糕 因此无法确切地看清它的全貌 不过依然可以感受到 出现在镜头中的这个生物有多么怪异 通过视频内的直言片语可以了解到 似乎只有拍摄者看到了这个突然出现的生物 这是三个年轻人刻意为之的恶作剧 还是一个被捕捉下来的真实小鬼呢 离奇的事故 以下介绍的事件来自于一对年轻的情侣 在商店门口的男孩为自己留在车内的女友拍下了一张照片 不过看到自己刚刚拍下的照片后 男孩的脸色却开始变得难看起来 他二话没说就将自己的女友从车内拉出 二人离开车子没过多久 一场离奇的事故就突然发生了 他们的车子变得失控起来 并撞向了路边 整个事件都变得扑朔迷离 男孩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以下便是他在当晚拍下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男孩的女友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她大概在埋头看着手机 因此她全人不知自己的身后出现了什么 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模糊的身影 她看上去极其诡异 面色难看 五官扭曲 正是这个身影将男孩吓得失语了 至少离奇的事故应该归咎于谁呢 或许归影的出现与汽车的失控存在某种关联 出来乍到 两个外星人正站在高高的建筑上东张西望 看上去他们似乎刚刚来到地球 对周围陌生的环境感到十分好奇 而拍摄者则躲在建筑下方 偷偷地记录着这一切 这段视频的拍摄时间和地点都已缺失 但出现的景象却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着 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段CG影片 但是谁又能肯定他们没有真的来过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